蔡英文總統好 到了貝里斯 貝里斯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貝里斯的機場 大概就是我們中天六樓的 這樣的一個便機這樣子而已 因為我有去過 機場 對 大概就是機場 迎賓的那個地方這樣子 所以其實紅地毯 也真的不用鋪太長了 但是有紅地毯 確定有紅地毯 還有他們當地的軍樂隊 儀隊有在歡迎他 所以總算有高規格的軍禮 在迎接我們的蔡英文總統了 但是呢就我以前的經驗 就是這個總統應該在卸任之前 還會有一次的出訪 不知道蔡英文是把這一次當 最後一次出訪還是怎麼樣 他整個放很鬆 本來8月15號 如果巴拉圭沒掉的話 他應該還要再去一次就職典禮 對不對 而且馬英九他其實是在 他卸任520要交接 可是他其實在3月份 他還有最後一個出訪 所以本來預期是從這一次 到明年還有總共三次 總共還有三次 但就覺得他這一次是怎樣 是把他當畢業旅行的嗎 整個放很鬆 包括台語也忘記了 然後講話有點 有點不知道是太累了還是怎麼樣 包括他在貝里斯 貝里斯其實跟大家講他真的很小 他大概只有40萬的人民而已 就比我們大安區 基本上還要少 然後他的這個國家的面積繞一圈 大概就是大概台北到台中 就是台灣整個一半 再多一點點的感覺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國家 那他在這個橋宴上呢 他就遇到了一個 就是所謂的這個台灣來的 這個經貿交流團 採購團啦 也不是採購團 考察團 採購團太過分了 他就跟貝里斯的朋友講說 貝里斯跟台灣距離很遙遠 但是大家的心是很近的 那現場有這個考察團 他就開始介紹了 說他們之前先去瓜地馬拉買了咖啡 所以現在來貝里斯我們可以買可可買辣椒 他們是很雄厚的 代表什麼 這群人是很有錢的 有好東西趕快賣給他們 這個蔡文竟然 你看所以我們的這個小編很可愛話 一個黑人問號說 蛤你確定你要這樣講話嗎 有好東西趕快賣給他們 希望台灣跟貝里斯 這個雙邊的貿易可以更好 可以促進台北的經濟交流 最壞的就有人講說 那你要有要買香菸嗎 因為這次做的也是華航的專機 好這個可能要 再看一下好了這個是 他之前前一站在瓜地馬拉 這個讓人覺得 溫馨感人 就是蔡文去參訪了這個 齊瑪德南哥醫院 這個醫院其實是 台灣支持這個我們的友邦 瓜地馬拉所建的一個醫院 那在這個醫院的公開行程裡面呢 這個瓜地馬拉總統 叫做賈麥代 非常的貼心 他就說 蔡總統今天是在我們的國家的 最後一天的行程了 他一走吧 把我們的這個人民的心 一部分的心都帶走了 蔡英文就回答他說 我們的心好像就 也會留在瓜地馬拉 其實我看到這裡的時候想說 是你的心嗎 還是你的人也很想留在瓜地馬拉 在這邊很溫暖 甚至他去爬那個就是 有一個那個像類似金字塔那樣子 有一個瑪雅文化的遺跡 其實當時馬英九是第一次出房 就去爬那個遺跡 他這一次才去 然後他說他中途有點喘 有點走不上去 那個賈麥代馬上就說 沒有啊 你的體力跟意志力 都是很堅強的 你看你們台灣來那個 很多媒體年輕人啊 你都爬得比他們還要快 真的耶 這瓜地馬拉跟台灣 真的是對我們來講 好像真的是 邦誼非常穩固的一個國家 如此的送暖 來錢秋姐你昨天自己也murmur了 這個 你覺得蔡英文是心留在瓜地馬拉 還是整個人都想留在瓜地馬拉 剛剛介凡形容說是總統放得很鬆 我相信他也是必然 因為這根本不是此行的重點 去瓜地馬拉啦 或者去有邦 瓜地馬拉去不了了 對不起 瓜地馬拉 剛走剛離開 紅杜拉斯不行 總之就是重點不是在去有邦嘛 重點本來是過境美國 可是沒有想到過境美國去跟回來 尤其是回程現在眾所矚目 彭文正還在等著他呢 不知道還會發生什麼事 還有哪些行程會被取消 在過境美國本來 才是此行的重中之重 想要做大外宣那個重點嘛 結果沒有想到 一路都像小媳婦一樣 說也不能說 做也不能做 那麼到底都扭扭捏捏的 只能從側門走 這個尷尬的情境 其實對我們國人來講 情理是其實很酸的啦 台灣的國際處境當然很艱難 但民進黨的主政之下真的是 一天比一天更艱難 到底還要被搞到什麼情況 他們才高興呢 當我們的國家元首到美國 處境是這樣 他當然到了這個友邦 被這位很會 這個很會 假賣代這位總統 假賣代總統 居然喊著說 你要走 就等於把我們的心都帶走了 我的老天爺 大家也看到我的雞皮疙瘩 真的 真的 我心裡想說 我就覺得他應該可以 退休後考慮留在當地 瓜地馬拉好好的過日子 相信在當地可以如魚得水 不會像台灣一樣 那你看看他到了友邦之後 這種說他把心也留在那裡 我也相信啦 因為他的心也沒有在我們台灣過 他的心一直都在別的地方 要嘛就在選舉 要嘛在貓 要嘛在其他地方 那就把心留在瓜地馬拉 人類其實也可以不用回來了 好不好 但是呢我覺得這個 當中看到一個畫面是 像圓外一樣帶著一團 採購團 到了貝里斯 友邦其實已經不多了 好好維護人家的情誼嘛 但是一堆這個商人 在那邊當圓外一樣的 哎呦大家我們來了 趕快跟他們買東西 趕快多買一點 家他們多買一點 我們能經濟實力很強 這畫面能看嗎 就覺得大家都知道 這個貧富差距跟國家的實力 本來就一定有一定的差距 那對方所期待的是什麼 希望我們給的是什麼 那我就已經是這樣的情境了 然後你說媽媽 所以現場的朋友看 大家留言都是說 那私菸買夠了沒 這除了辣椒啊 菸傳好味 對啊 還有大麻 不能帶不能帶 這個就有問題好不好 那個如果超買總統專機 反正大家都升官嘛 大家可能搶著帶 回來之後還是會升官的 所以告訴大家那種氛圍 跟一個代表國家跟國家 互相尊重的那種元首氛圍 我覺得好蛋保 我真的不知道像這樣子 言過於時 我們的心都被你帶走 這種外交關係可以維持多久 重點是國與國之間實質的互惠 而這個互惠呢 當然除了外交上的尊重領域 也就是經貿合作關係 我們還可以給多少 像我們在美國 已經買了那麼多軍務 給那麼多保護費 還不是就小媳婦 那到尤邦裡面 我老師幫我 尤邦都沒幾個了 還一直念寵 紅獨拉斯已經斷了 是糟糕 搖舌勢經 貝里斯的原名叫做 叫做殷屬紅獨拉斯 對 紅獨拉斯有西屬跟殷屬 貝里斯的原名 他是後來獨立出來的嗎 對 他獨立不到30年 我只是覺得我們的處境 真的已經夠艱難 又被蔡總統 請就我在跟你講 他為什麼那麼感動 那麼感動為什麼 因為去年11月 在貝里斯巨峰 台灣捐了20萬美元 他們感激到現在 OK 這樣了解了吧 是他有講說 在疫情期間 也給了我們無盡的幫助 那我們也是給了很多疫苗 當時台灣還沒有的時候 也帶去了 我們給高端他也不接受 他不接受啊 人家不要嘛 要捐他不要 當時外交部就宣佈 說很多友邦都要 結果人家都不要拒絕了 天哪 連貝里斯都拒絕我們的高端 這就是我們 這有什麼事情 其實巴拉貴也沒接受啊 萬一人民出問題 健康誰負責 也是啦 當然啦 友邦的這個性命 也是很寶貴的 對不對 天哪 貝里斯台灣有一陣子有很多人移民啊 對 因為要取得護照 對就是他是一個 而且因為他是講英文的 所以因為他比較便宜 所以很多人送小孩子去那邊學英語 然後 然後準備移民到北部 王北走 這個我知道 這個我知道 一貫到到期蠻多的 對但是貝里斯其實 因為我去過啊 其實真的 他當地最高的一棟樓 就跟我們中天大樓是一樣 就六成樓高 就是他 我們住的那個旅館 然後 對其實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那裡的環境啦 所以這個蔡英文到那邊當圓外 我覺得有一點點不太尊重友邦的感覺啦 畢竟就是他們 真的 沒有人家搞不好很喜歡這樣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錢啦 賣給錢 他人均所得大概是7500美元 對 所以還是不高啦 不高啦 所以他們就覺得反正怎樣 反正 你以為常常有這種 原外來嗎 原外來嗎 也是啦 經常這晚上啦睡不著覺啦 您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氨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折扣碼 CTI717 若於幫你來打折